各位新老朋友们中午好 欢迎来到主题逻辑栏目 现在是2022年2月7号 今天上午已经收盘了 今天是我们虎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表现还算不错 最起码是开门红的行情 尤其是上证50方向临涨 大涨超过2% 上证指数大涨1.91% 收复了3400点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 创业版科串版方向走势偏弱势 我们来看深圳城市 今天上午一度是冲高大涨2.28% 但是随后出现了一个回落的动作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走势 其实我们在今天上午开盘的时候 发布了一条消息 重点告诉大家 今天这一个走势 它确定了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节前挖坑 节后反攻的态势已经确立了 但是第二个方向市场是有一定的隐忧的 这个隐忧就是来自于 节前空投大幅度做空之后 为了防止今天出现一个尬空的状态 什么叫做尬空的状态 就是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 如果说今天市场出现了高开高走 这个空投一点都不反击 那么市场暴涨上去之后 那么之前做空的这一些金融衍生品 就会出现一个爆仓的走势 所以呢 市场当中的空投机构 它一定会有一个反扑的动作 这个反扑动作里面 我们就强调它是有两个隐忧的 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贵州茅台方向 一个就是来自于北向之间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在昨天晚上就对于今天市场 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指出两大条件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看北向资金 一个就是看权重工具股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北向资金 我们在昨天晚上周末版主机逻辑分析 如果说北向资金今天出现 当天大幅度买入 并且是护股通生股通同步买入 那么今天市场就会高开高走 出现大涨的行情 但是很可惜 今天上午北向资金虽然说 有较大幅度的进买入 比如说今天上午是进买入了61个亿 半天61个亿下午再买一下 就超过100亿了 就有可能把 在节前中午 流出的100多亿给买回来了 但是呢 今天上午很可惜的地方就是 深股通方向 他并没有买入 他出现的是一个坦平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今天市场是难以出现 集体大涨反攻的行情 什么叫做集体大涨反攻呢 那也就是意味着 无论是上证武林 还是创业版科创版 包括深圳方向都出现大涨 但是显然并没有 今天上午仅仅是互股通方向大幅度买入60个亿 那么户股通方向为什么大幅度买入 还记得我们在节前的时候一直强调 A股接下来的行情推演 如果说下来行情 就只能走主板低位蓝筹方向了 也就是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财富第三部曲方向 虽然说在节前市场杀跌的时候 很多人啊 就是反复的嘲讽 觉得这个方向你看也出现了调整对不对 但是我们已经反复的分析过了 即便是节前市场大跌的当中 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大金融板块中指头方向 尤其是中指头方向 明显是抗跌的 那么今天市场一反攻 我们就知道到底谁才是主流 比如说今天中指头出现了集体的大涨 待会我们再来说 那么今天户股通方向出现大幅度流露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节前的时候主力机构当中啊 有一部分的空头 他要做空市场 重点杀的就是户股通方向 对应的权重工具股品种 那么今天市场要反攻 那么多头部队要想顶住市场 必然是要先从户股通方向来顶住市场 也就是把空头用来杀跌的品种给你顶住了 第二个就是户股通方向对应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主板地位蓝筹方向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第二个重大点 也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强调的整个权重工具股的走势 对于权重工具股的走势 昨天我们就已经发表了对于整个市场的看法 首先我们强调的是金融板块平安招航这些肯定是涨的 包括中心证券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三个品种 截止目前为止都是出现了今天最高的涨幅 也就是说今天开盘 虽然说有回落 目前是出现了一个 实体的关头的阳线 意味着他今天上午的时候是以最高价收盘的 包括招商银行也是啊 基本上也是以最高价差不多最高价收盘 还有像中心证券也是这么一个形态 但是呢我们昨天晚上提到的隐忧就是来自于贵州茅台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午贵州茅台一冲高的时候就出现了反复的一个杀跌 尤其是在今天上午11.15的时候贵州茅台一度是大跌接近2% 然后宁德时代也是配合杀跌的 并且截止目前为止宁德时代杀跌的套路还没有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它是高开 高开平走第一波跳水略反弹 第二波跳水再反弹第三波跳水 那么目前有一个小反弹 那么我们预计下午有可能会继续的跳水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 主力机构当中它分为空头和多头部队 那么空头部队我们记得在节线的时候大幅度的一个杀跌 那么它犯了很多的空餐 那如果说任由今天市场出现一个高开高走大展的心态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尬空的走势 什么叫做尬空 那也就意味着之前你做空 那么现在市场大展把这个空头给打爆了 那么空头它肯定会有反扑的行情 而反扑的核心力量果然就是来自于贵州茅台和宁德时代 这两个方向进行压制 宁德时代一压制就把整个创业板给压下来了 把整个新能源给压下来了 那么贵州茅台一压制呢 那么也就拖累了整个指数 其实今天贵州茅台的这一个压制是特别明显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系列的品种啊 就比如说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古井贡酒一度是冲击暂停板的 也就意味着今天上午白酒板块涨的是不错的 包括洋和股份 但是截止目前为止呢 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 五粮液一度上来百分二点几 都被贵州茅台给拖累了 所以说贵州茅台下跌的整个的模型 是明显空头机构的一个压制 这也就是我们在今天上午发布一个消息告诉大家 今天市场有一定的引诱 但是这一个引诱啊 也不必过于的担忧 我们正所谓狭不掩鱼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今天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差距小动作 只是空头机构的一个反扑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自救的行情 如果不自救今天大涨之后 那么犯空的人今天损失是比较惨重的啊 那么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来看 上证武林指数 今天上午反反复复每次要下来的时候 他都没有下去 就比如说贵中茅台盘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到出现较大幅度的杀跌 但是没有把上证武林明确给压下来 并且反而在今天上午临近收盘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有一定资金流露的拉伸 这个拉伸的方向它是来自于整个的大金融板块 你看平安出现了创新高大涨 包括招商银行也上了超过4% 然后中信证券也上了超过2.5% 那么这里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啊 之前我们在讲到市场有几个核心的点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的主板低位蓝筹大金融中指头方向走强的时候 市场会发生通过宁德时代来压制整个指数的现象 那么今天宁德时代是出现下跌的 这个现象又出现了对不对 那么还有第二个点就是贵中茅台出现了一个压制 但是贵中茅台的这个压制我认为是一个短线的行为啊 今天回踩了半年线之后 接下来它是要向上走的 所以说今天上午的这个态势是告诉我们 它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所想象的一个高开持续走低的走法 也就是说高开低走 反而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之后非常顽强的一个横盘的动作 这个横盘的动作其实就意味着主力机构 它是在不遗余力的进行做多 因为在节前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也是有主力机构跟空头进行博弈的 但是最终空头通过北向资金大幅度卖出 然后砸盘贵中茅台 把整个市场给搞下来了 那么今天呢多头部队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告诉大家 节前大幅度杀跌 节后快速反攻的行情有望确立了 而这个快速反攻的行情 如果说我是一个多头部队 我应该会做什么事情 我就会让在节前在这个地方 尤其这两天割路卖出的筹码 没有机会以更低的点位买回来 就比如说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资金在场观望的 因为他们希望以自己节前更低的点位买回来 所以说现在会进行观望 那么越观望的这个市场可能 接下来反而又能逐步的继续走强 那么今天是第一天 如果说明天的时候呢继续回升 那么整个的态势会不会跟2021年的春节后来一个倒置 2021年是节前拉升 节后大闸盘 然后呢我们2022年的整个春节呢 是节前大闸盘 节后很有可能快速的反攻 所以这个点大家要值得重点的关注 好了对于整个指数的分析就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市场的一些热点的表现 这个热点的表现啊 其实我们主力逻辑坚持的点非常的清晰啊 一个就是来自于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今天上午的整个的表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指头方向 果然是出现大涨啊 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 在讲到香港股市大涨的时候 我们也指出像中国中铁还创出了一个新高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指出中指头蓝筹方向也大涨了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在春节节前市场大跌的时候 中指头是不是没有怎么跌 今天一天回补了 我们来看中国交建还涨停板了 包括像中国电建也是再度有望再创新高 包括中国建筑这些方向 都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涨的行情 所以说第一个点中指头方向已经有表现了 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 就是大金融板块 大金融板块的今天 券商表现不够好 我们来看券商 今天上午是出现高开 然后回落 目前有一定的回升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今天上午主地机构抓了一个品种 抓了一个券商的一个人气龙头 管发证券进行砸盘 为什么砸盘我们讲过了 因为主地空头方向 它是要干嘛呢 它是要进行一个自救的行为 所以说把管发证券拿出来砸盘 导致整个券商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券商当中的绝对龙头 中信证券 今天是一步一步的走强的 我们在节前最后一天的时候也讲到 我们讲中信证券配股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重点的任务就是带动市场回升 那么在节前最后的交日 它有所表现 那么今天也是再度有所表现的 所以说大金融方向也完全不用担忧 包括像管发这种的走势 明显的就是被压制一下 那么只要你能挺得住 那么它后续应该都是会有较好的表现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来看一下银行板块 银行板块今天表现就比较不错了 由于银行板块当中 今天招商银行是出现了大涨 所以说对于整个银行当中的所有的品种 都有一定的带动 尤其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江浙的优质银行 像这一个宁波银行 韩州银行都是出现上升的 所以说总而言之 今天市场主板地位蓝筹 带动市场的一个回升 这是有利于A股接下来走一个 较好的反攻的行情 那么对于新能源板块 接下来要怎么表现呢 首先您的时代今天有压制 那么核心点还得看今天 我们下午收盘的解评 好了今天中午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晚上再见